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7人已逐法定人数 好那我现在宣布来开会 那请议事理人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李贵明等20人 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颜德发及所属人员 内政部议政署副署长沈哲芳 法务部参事张春辉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科长唐昌豪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詹英军 主席蔡召集委员适应 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一事录 决定确定 二处理用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提出书面报告后 取得动知等办案 决定以上办案报告完均 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 一审查本院委员赵天龄等24人理据 兵役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二至五案 审查行政院韩清审议 兵役法第20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 兵役法施行法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 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至2 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 国军老教眷村改建条例 第2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以上五案 今分别提报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第二次会议及第五次会议报告后 均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 委员赵天龄说明提案要旨 国防部部长颜德发及资源规划司司长白杰龙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16人质询 均由国防部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 决议 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审查结果 兵议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 照委员赵天龄等24人提案修正通过 兵议法第20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20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44条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 增定第四项 兵议法施行法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5条至2 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 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 第21条至1条文修正草案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 五 以上5万审查完郡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 院会审议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蔡昭及委员适应做补充说明 六 法治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处理 六 处理院会交付108年度 及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冻结案等30案决议 以上30案处理 完郡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在场的委员 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 有没有遗漏错误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主席宣布议事录确定 请医生人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军退出役官兵扶导委员会主管 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支等8案 一 第二幕退出役官兵就学职训预算冻结10万元案 二 第三幕向下 融券健康保险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三 第四幕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案 四 第四幕向下 荣民荣券宜券急难救助及慰问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五 第四幕向下 单身亡故荣民善后丧葬及遗产管理作业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案 六 第五幕向下 办理统计与资讯作业管理作业中之 资讯服务费预算冻结288万元案 七 第五幕向下 办理荣民工程公司清理计划之对特种基金之补助 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八 第六幕向下 社区医疗服务中奖补助费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讨论事项 继续审查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 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 109年度预算输案 以上宣读 好 那我们现在今天介绍 与会的立委级官员 我也来了蛮多位的 我来看一下 我们有罗智政罗委员 然后也有我们陈柏惟陈委员 赵天宁赵委员 还有温义霞温委员 那我们与会的 还有资委和委员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出席的官员 我们国军退厨艺官兵辅导委员会 我们主任委员冯士宽 冯先生 冯主委 副主任委员李文忠 照顾服务处处长曲良智 就学就业处处长秦文台 就医保健处处长陈正荣 行政管理处处长简世峰 会计处处长杨顺成 统计资讯处处长张志强 事业管理处副处长王怡文 处长出席 好来 农民农眷基金会秘书长游志弘 主计总处专门委员罗立亭 OK好 那在这边想要先征询各位委员的意见 有关报告是向第二项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绝预 国军退厨艺官兵辅导委员会 主管预算冻结办案 提出书命报告后使得动知 那现在书命报告送来本会的 想请教各位委员对于提出书命报告 有没有意见 第一个就是冻结10万的嘛 第二个是冻结100的 第三个是冻结50 第四个是冻结100 第五个是冻结50 第六个是冻结288 第七个冻结100 第八个冻结100 等等以上预算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主席就宣布 这个同意解冻 那我们也提报院会 那现在我们来继续审查 国军退厨艺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 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 109年预算案 那现在就请 那个意思的人宣读 宣读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 109年度预算案 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 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收支部分 一收入业务收入3700万元 业务外收入2970万元 支出业务支出8840万6000元 业务外支出213万7000元 所得税费用95万元 本期短处2479万3000元 接续宣读提案部分 第一至五案 系针对受赠收入捐赠收入 第一案增列300万元 委员陈伯威等人提案 第二案增列500万元 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 第三案增列500万元 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 第四案增列300万元 委员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五案增列300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第六案 针对其他业务收入 增列500万元 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 第七案 针对业务收入 增列300万元 委员温玉霞等人提案 第八案 针对财务收入 利息收入 增列100万元 委员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九案 租赁收入 增列100万元 委员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案 业务外收入 增列100万元 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 第十一案 其他业务支出 就学辅助 冻结140万元 委员陈伯薇等人提案 第十二案 遗产拨还及不动产处理 冻结20万元 委员履林等人提案 十三案 遗产核发冻结50万元 委员林昌佐等人提案 十四案 重大灾害及意外救助 冻结50万元 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 第十五至第十九案 针对其他业务支出 宣导慰问 第十五案 简列60万元 委员陈伯薇等人提案 十六案 冻结30万元 委员履林等人提案 十七案 简列60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十八案 简列30万元 委员温玉霞等人提案 十九案 简列82万5000元 冻结82万5000元 委员毛军等人提案 第二十二十二十八案 针对其他业务支出 为电影制作 第二十案 冻结120万元 委员陈伯薇等人提案 第二十一案 冻结100万元 委员林昌佐等人提案 二十二案 冻结100万元 委员何志伟等人提案 二十三案 冻结50万元 委员履林等人提案 二十四案 冻结20万元 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 二十五案简列 五十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二十六案 冻结50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二十七案 冻结120万元 委员温玉霞等人提案 二十八案 简列50万元 冻结50万元 委员毛军等人提案 第二十九至第三十四案 针对其他业务支出 之文创活动 第二十九案 简列150万元 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 三十案 冻结100万元 委员王定瑜等人提案 三十一案 简列100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三十二案 冻结50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三十三案 冻结150万元 委员温玉霞等人提案 三十四案 简列三十七万五千元 冻结三十七万五千元 委员毛军等人提案 三十五至三十七案 针对其他业务支出 三十五案 冻结500万元 委员陈柏维等人提案 三十六案 冻结500万元 委员蔡世英等人提案 三十七案 简列200万元 委员赵天龄等人提案 三十八至四十案 针对其他业务外支出 协调联系部分 三十八案 简列20万元 委员蔡世英等人提案 三十九案 简列14万元 委员陈以信等人提案 四十案 简列15万元 冻结15万元 委员毛军等人提案 第四十一至四十二案 针对其他业务外支出 四十一案 简列10万元 委员温玉霞等人提案 四十二案 冻结100万元 委员林长佐等人提案 接续宣读主决议部分 第四十三案 财团法人 容民容卷基金会 如何调整体质 以发扬容民文化 永续照顾容民容卷 应有务实之检讨 委员江启成等人提案 第四十四案 容民容卷基金会 因应业务变化 组织却没有配合调整 时有欠妥事 原针对财团法人 容民容卷基金会 应于109年5月31日前 针对组织章程 相关内容进行研议 并提交书面报告 至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若预算未获立法院审议通过 则应于每年3月前 提交书面报告 至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委员蔡逸应等人提案 第四十五案 财团法人容民容卷基金会 的补助办法及审查规定 应兼顾法理情 并赋予弹性考量 尤其针对丧子丧亲的遗卷 特别给予照顾 并且列策追踪 持续关心访试 并让容民遗卷得到 应有之关怀与照顾 委员温玉侠等人提案 以上宣读 我想 基斯言宣读完毕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审查 我想各位应该有拿到我们的一栏表 各位都有拿一栏表 那我们的一栏表 先把部分有同样的类似 先把它并案 所以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那原理上收入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 收支项目来并案 那在支出的部分 我们就以工作 分支计划来做并案 我想各位委员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照这样开始审查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先来看 业务收入一到七的部分 我想各位委员都是提案要增列 不论是在捐赠或其他业务都认为要增加业务收入 我想先请 对五位说明有没有问题 报委员 我们同意正列到300元 为什么 我们把 今天是变列是3200万 那 各委员都提出来认同我们工作能力很好 所以正列有300万 500万了 那我这边 建议是 正列到300万 提升到3500万 来执行我们 税件收入一个总额度 好 所以这就只在捐赠的部分吗 是不是 退赠 就是在捐赠收入的部分吗 还是在其他业务收入 整个业务 就是整个业务 就是业务收入就对了 OK好 那各位委员对于退府会的回应 各位有没有提出来的意见 我想应该没什么吧 因为大家的态度应该都一致 好 那我们就是在业务收入的部分 增列300万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8到10是业务外收入的 财务收入的部分 那有三位委员 八九十三个委员提 那我这部分也请退府会做说明 8到10案 我先报告第8案 这是 对同意 增列到 100万 这个情况 等于我们租赁收入 AY收入的这个总额度 我们提升到100万 是 也就是在财务收入的那一个部分嘛 对不对 本来是273万嘛 本来是273万嘛 是不是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2730万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变成2830万就对了 是不是 好 那各位委员对于这个 我们各位的提案 那对付会的回应是说 他们在财务收入的时候本来预算是2730万 增列100万变成2830万 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在八到十的部分就增列100万 科目就放在财务收入的那个部分嘛 对业务外收入的财务收入啊 业务外收入 那就直接放在业务外收入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还是要放在财务收入 业务外收入 业务外收入 好 那就在业务外收入的时候 业务外收入是2970万嘛 那就再多 100万等于3070万 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 第支出的部分现在进行讨论 第十一案 来请说明 第十一案是有关于陈伯委员提出来一个严谋计划 这个计划我提报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是去年做了 今年320号也公布了 那这个人数是确定的 那如果委员要冻结140万可能影响后面我们申请的人啊 这个提出来 那有关委员提过要有回馈机制这个问题啊 我们设定一定要办理这个回馈机制 所以这严谋计划回来学院啊 我们可能会办理哪些回馈机制的 我们也考量到 比如说回来的时候 当专业的志工 或已故乡间换的那个会场做现真说法 或到农民之家农院去做一个现真说法 他得到这个补助之后 回来怎么回馈这个社会 这是我们目前要定的 那这个第二定我们在我们今天7月份 董事会通过之后 会把这个整个回馈座回报到辅导会这边 辅导会再转成我们国家外委员会 来提这个书面的一个报告 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是建议可以不以冻结 第十二案是有关于遗产核发这个案子 那这个遗产核发 因为目前的见数也少 我们同意今年冻结 是ацияireo 一个人 十一个先 十一个先 十一个浅 十一个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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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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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已經辦了 這個 我們都要有相關 是 陳委員 來 那個陳委員對於剛才 退伍會的提案回應 說明陳委員有沒有什麼任何意見 我知道計畫是 之前就公布了那只是說因為他在 回饋的部分這也是農民捐款 就是我們有部分是 農民捐款的收入嘛所以我們在支出 的時候有希望說他 可以在這個 農民農捐福利及 服務的部分作為回饋之目標 相信剛剛講出來的 東西其實也是我們要的 要的部分嘛只是說他現在就還沒有在 在章城裡面是不是就是說 凍結起來 我們再把它改完之後 就可以再動支 還是沒辦法 實際上可能沒辦法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公告完之後可能 六月份七月份我們就準備要頒獎了 整個要頒獎典禮 所以行程是很繁瑣的 那何況是我們今年是第二次辦 學年是回饋很大一個 那個金計畫 可以研磨他們的計畫 所以請委員可不可以 明以先動結我們也提出書面的一個 跟您報告 好那等書面報告 好 那就不用動結囉 好那我們就十一案就 按照特副的意見齁我們就不予動結 那第十二案呢 請特副說明 十二案是不動產處理跟動產處理那個 那個錢啊 變成一百二十萬來作業這些方面 這些錢 那我現在報告就是這些錢啊 主要用來這個客服務主要用辦的是 我們不動產的飆售 出售及委託房屋的建價等費用 後那我們賣出去的時候 增值稅 不動代理不動管的管理規會等 地價稅這些 如果把減免之後我們今年不動產的處理啊 可能上面有困難 那也有些做法上可能會自愛 因為我們去年開始 迎所有通人到各地啊 分成北中南東去把這個土地規劃完了 今年準備把這個土地啊 做好好的應用跟活化 那如果這個座位把它再三減二十萬的話 對我們這個座位上可能有些困難 所以監委員這邊我們體育書面報告 免以動結 免以動結 體育書面報告給委員知道 我們後續的做法 謝謝 來 立委員請說 第十二案 我們提案最重要就是希望 你們把說你們管轄的所有土地 要活化 要提升你們處理的一些方案 因為這個總共有三百 四百五十七筆的土地裡面 我們看到兩百五十一筆 你都沒有去活化使用 這兩百五十一筆都已經是出租跟去標的這些數量 這兩百五十一筆都沒有在動 那什麼原因 你們的管理的處理方式都沒有詳細的報告 那本席是希望說 你們在管理當下 你們做出了詳細的報告 你這些土地 不管是你的 缴那個地價稅 房屋稅 那你的這些土地 是什麼原因 停滯在那邊 沒有去管理活化使用 為什麼 這個是麒麟地嗎 這個是老舊的房子舊了嗎 這些你都要在管理 你不擱置在那邊 一直在付房屋稅 地價稅 所以我希望 你們做一個書面報告 詳細報告 這些土地的原因 或者是說 這些土地 有 兩百五十一筆 如果土地面積大的 有幾筆 土地面積小的 齊齡地的 有幾筆 你們未來的管理的方向 怎麼去提升 這些都要做詳細的報告 所以 詳細在這邊是 可以用凍結的方式 來請你們做一些精進 處理的方案 好不好 來 特副會 針對李委員的 有沒有什麼任何回應 謝委員的指導 我剛才報告 因為這個地 真的是偏遠山地 還有就是七令地很多 那 我在 我有聽到你的報告 所以我剛剛講的 你要聽清楚 是 所以我要詳細的數字 是 你不要一個 兩百五十一筆 都是山坡地 都是七令地 你要一一的來報告 是 你要歸類 那怎麼 山坡地的話 你也有租出去的啊 是 給農民去電農去 去耕作的啊 有 那你怎麼去活化 你要報告清楚 因為他都放鴿子在那邊 都沒有在處理 那個 你就放到那邊 所以 我不耽誤時間 你就做書面報告 是 所有你的處理 哪些土地 這兩百五十一筆 土地面積大中小 你要規劃出來 山坡地 七令地 你要規劃出來 怎麼去管理 你不要一直閒置在那邊 繳稅金 好不好 是 我想立委員提的 林昌你要提嗎 我第四十二案其實 案有是跟那個李委員的是 也是雷同的啦 那只是說 我在 我凍結的是協調聯繫董監事 跟顧問費 那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董監事 應該是來去思考說 整個基金會的一個人員的配置 跟這個運作的這個方針 那有一些業務不一定 還要繼續做 那 那是不是說 現在不動產的這個處理的人 太少 那所以我的 我的 我看到的問題 是跟李委員的是一樣的 但是我只是認為說 除了 負責這個業務的本人 他自己本身可能要做 詳細的 像剛才李委員講的這個清澈 列表說 到底哪些是其林地 等等以外 是不是整個基金會都可以思考 哪一些事情不一定要做了 好像我當然是對那些微電影 也是稍微有意見 那哪一些事情 那怎麼樣把人員的配置再做好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是董監事的 的這個 的職責 那來去 來去 所以這個我是不是就跟李委員放在一起 市責案這一塊 李委員你還在提嗎 是我要補充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他們再做出詳細的報告 因為總共有457筆土地 可以放在出租標售的部分 就會提出來 我們有一定的實現 給三等親的家屬裡面 有來 要 這個都是我們的老榮民留下來的遺產 你如果有要來申訴的 要來請領的 我們都會放出去 那現在這已經可以達到年限的250 一筆土地可以處理的 為什麼一直放在那邊 那因為我 據我們所知 你們可以處理的 可以標售出去的 你們都已經標售出去 那這251筆 你們要怎麼處理 總是要做個報告吧 我們一直要有支出也要有收入啊 一直在繳稅金出去 你們不用再做一個提升的一個空間 管理的一個方案出來嗎 是跟兩個 那個包吵 我跟兩位委員報告 第一個 同意李委員所講 就是提書面報告後使得洞子 就洞子20萬 那第二特別要跟兩位委員 還有所有委員報告 其實以前這些土地一百一筆爛賬 那麼在去年跟前年 我們分成四個小組 北中南東 我們把這些土地通通盤點一遍 所以它的狀況我們大概比較清楚 但這一面土地大部分 老榮民 後來土地很多都是騎鱗 不好稱 我把它報告 但是方式上算是 羅志頓委員提的還是策略 我們不會 我們是應該委託專業的單位 由他來 他整天來找 就是應該是這樣做 不是退伍會 基金會自己在增加人力 來做這個我們不會的事情 那個相當專業 所以我們現在 正在朝這個方向 我們把這部分 就是照羅志頓委上一次提的 我們讓專業的單位來協助 我們當然 一定要給人家 一點 commission 這是現實上是這樣 以上 對 來這樣好不好 我想兩位委員都有提到 我想這個之前很多質詢的時候 大家都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是建議就這樣子 就是說 就凍結啦 凍結部分 然後等到書面報告來就可以動資了 這樣好不好 我想也不需要通 因為這只是一個流程 我們大家知道更詳細嘛 那我建議這樣子好不好 剛我們的第12案跟 主席 動結還是經同意識的動資啦 他在報告做的會比較詳細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好不好 我想這應該沒什麼 那我們就動十分之一就好了啦 好不好 那請問其它們技術 因為這是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我建議這樣子 就 預算 第一個是 120萬嘛 離率你那分是120萬 預算就動結12萬啦 好不好 就10分之1就好啦 20啦 就是20不多啦 對啦 就10分之1 10分之1啦 我兩個都給他動10分之1啦 那另外一個是 50萬的部分就一樣 10分之1就5萬兩個 那就是動結 順便報告金同意識的動資 這樣好不好 齁 這兩個就是各動10分之1啦 那請你們把那個流程 還有你們的清單就列出來 給我們委員會委員 我想大家都蠻有興趣的 要知道一下齁 好來 再來就是第14案 不在 13 13跟這 13有啊講好啦 12、13 42 那你的13咧 理產核發 我就一樣比照啦 好不好 OK 就這樣 沒關係你講的42 等一下再討論 我們就是就 42是頭剛才講的 跟他的一樣 12嘛 42 他的12 跟我的42 你還有個13喔 對 13其實是另外一個 我就是也是跟退府會 請他們說明一下就是 在等你們跟陸委會這邊齁 稍微有一個這個確定的退場機制 這個業務到底可以怎麼退場 讓我們知道以後 也一樣 因為剛剛也說了齁 就動嘛齁 就動一下 等到我們看書面報告之後 再來再放行 這樣齁 好啦 沒多少錢齁 那13案就讓他跳過去了 好不好 跳過去但是報告一樣 對啊 報告還是想不出來 那就 12案有動1分之1 13案就不要動齁齁 來 不好意思 12案齁 只能夠動到簽 然後再解動條件 喔 今天同意值得 來 再跟正下剛剛主席有講齁 我們只能動到簽不能動到 來 點一動17萬8千元 齁 第42案的部分 17萬8千元 然後書面報告 今天同意值得動之 好 那在第14案不在 那我們就不討論 第 有嗎 來 14案張文有在嗎 來 來 請說 14案齁 來 我先請那個退伍會說明 好了 來 13是重大救助災害 我們編列420萬 要凍結我們50萬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第一個 因為這是重大救助 我們7年開始 把這個 從3萬提升 2萬5 2萬到5萬 提升3萬到6萬 這是對老農民 我分三個階段來給 一個是低收度 清寒 一般農民 給重大救助 的一個災害救助 這是我們主導的核心項目 也做了這麼多年 那我這邊報告就是 如果把它凍結50萬的話 可能會影響10到15個人 這個人數 那我們一年平均是 差不多145個人 那去年呢 我們編了450萬 執行了417萬 那如果 今年 我們只增加3萬 變成420萬 是我們平均速出來 非常準確的 如果把它凍結50萬的話 可能我們能說會影響到 我們這些要給老農民的遺卷 重大救護傷害的一個補助 對他們也我想 比較那個 所以我這邊建議 是不是不宜來凍結這個錢 來那當然呂委員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急難救助這個錢 這是應該要及時的來幫忙照顧 那所以話說到 我們要講的就是救養金 救養金11160到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調整了一部小部分 所以有的是救養的 結果如果你安置在榮家的話 他的這個費用反而超過 高過14160 那14160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低收入戶現在是多少錢 蛤 有2萬2 2萬4 所以我們的救養金 我覺得是應該 經過這個整個GDP 我們物價上面 我們適時請給予調整 這個包括 就在我們的重大災害裡面 我是希望說 我們如果說你的科目不一樣 你也可以來做這個協助 好不好 來那個李委員 你剛剛提的是救養金的部分 他這是一次性的緊安救助 我是說是這個部分的嗎 應該不大一樣喔 你要動他這個 然後你的理由 這個會不會有點奇怪 不是我是說我講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就我們這個是重大災害的這個 需要你們詳細的再做一個人次的這個報告 這個人次的報告 那我是希望說 在這個裡面我附帶要講的 就是救養金這個部分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災害我們就協助他 因為他們的救養金就是很低很低 所以我們在這個救難的時候 救助的時候 我們才會提供出我們的補助 對不對 來羅倫 我想這個案子 提案委員並不是要砍 是說這個怎麼編出來的 那理論上來講 你們應該早就先跟委員溝通了 我建議如果現在你們現在已經有 確確的數字跟推 預算怎麼出來 乘以多少多少錢 人次 趕快給委員看 如果沒問題就過了嘛 因為不用再 因為你現在理論上 手頭上應該有這個資料啊 那給提案委員看一下 如果沒問題就過了 不然就後來就來補 書面報告啊 如果現在有的話 來吳委員 主席 因為他這個裡面 有一般榮民還有救養榮民 還有低收入榮民 那你一直都沒有把它分裂清楚 你沒有分裂清楚 所以想說先凍結 然後你把它分裂清楚 怎麼估算 這樣好不好 要列清楚怎麼估算 那個包圍一定很清楚 中低收入是政府 把明細提供三種身份 你們沒有準備明細 你有三種身份 你們有明細啊 是 那個現在 你們有戴在身上嗎 對 你給的不一樣多 你有統計多少人次 那這個明細應該就出來 來 各位委員請稍待一下 我想綜合各位委員 其實我看位置蠻小的 我想請教一下退府會 你分成三個嘛 一般榮民 救養榮民跟低收入戶 為什麼榮民會有低收入戶啊 所有的榮民 如果他低收入戶 就每個月有救養金給他了 不是嗎 他怎麼會是低 他就是屬於救養榮民那一個 怎麼會有另外低收入戶的榮民呢 你要不要請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榮民喔 他假設說年滿61歲 他沒有工作生活困苦的 他可以申請我們的救養 但是榮民也是市民 像有很多齁 他可能不符合 救養的資格 因為家裡有成員 其他的成員 可能不符合救養的資格 那他也是市民 他可以像縣市政府 所以他不會 他就不會是低收入戶啊 所以怎麼會有榮民低收入戶呢 有可能 會打61歲 因為61歲才能申請 對 如果他60歲 他有收入低收入戶 另外像喔 假設說 就是有眷的榮民 他申請到救養的資格 那我想確認一下喔 現在被策略中低收入戶的榮民 但是退府會沒辦法幫他照顧的 有嗎 我的問題大概就是剛剛委員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說 一般榮民 你所謂的一般榮民 是每個月有領那個 退休縫的榮民 還是指有或沒有的 沒有 也有沒有的 所以你這個二類榮民 也都可以算在裡面嗎 對 全部都算在 全部就是只要服役四年以上的 全部都可以算在裡面就對了嗎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二類 二類官兵 就是服役四年以上 到九年半的 二類官兵也算是我們的 也算在這一個 未來可以輔導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低收入戶 有可能 因為他們沒有月退縫嘛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這樣問一問 我覺得蠻清楚的 報告委員 我再給您報告一下喔 委員可能誤會了 這個基金會 他編這個急難救助 針對的是我們一般的榮民榮眷遺眷 他有可能是住在外面 不是救養的榮民 當然也有可能 有意外重大事故發生 像亡故這些重大事故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的基金會 會給他一次性的 來給他一個急難救助 那他急難救助發放的標準是說 假設說他是低收入戶 那給他的錢稍微多一點 一般的榮民錢稍微少一點 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他跟救養資格 沒有什麼關聯性 好來陳委員 謝謝 好啦我說這是一個數學問題啦 你今天說 救助人次140人 每人次3萬美元 乘起來就420萬嘛 可是你呢 這個每一個人次 又不見得只是給3萬元 你有可能要給到5萬元 有可能給到6萬元 所以你這個平均 絕對不是3萬元 一定是3萬以上啊 所以說你這個地方是一個基本的數學問題 你如果前面寫說 你平均 救助140人 每人次 平均4萬塊 好 那你的預算就應該是多一點嘛 因為你這邊有可能 有人要給5萬的 有人要給6萬的嘛 那你今天全部都壓在最低 140人 全部每個人都3萬 那你明明有人要給5萬 有人要給6萬 所以這簡單的數學問題 說你們說明上面 沒想清楚原因在這個地方啊 委員報告齁 剛剛那個委員講 我們這個學法的確有問題 不過剛剛已經報告那時候委員還沒啦 我們一直講報告過 慶容編列450萬 實際動支417萬 那我們為了核實 所以我們今年齁 把它降30 我們編400 420萬以上 我是建議各位委員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沒什麼好凍結 那我倒覺得如果各位委員有興趣的話 我們請這樣好不好請 退府會能不能提供一下去年度 你們發給哪些人的理由是什麼 發多少錢 列個清單給我們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啦 好不好 也不用什麼凍結都不需要啦 就這樣子 那就請我們就追一個做一個 是應該怎麼講 就是請我們退後再補一個資料過 對方文清單 然後你把理由寫上去 為什麼這個人是發3萬 它是什麼身分 這樣就好了來 我覺得很簡單就是 你說平均每人次多少錢 你去年有一個總數 去年有一個總量 你把它除一下 你就知道平均一個人次多少錢 我們就知道 今年大概要估多少給你了嘛 這很簡單好不好 那就請你們整理一份資料 再給我們會委員會 這樣就好了 好來 那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的第14案就不宜凍結 來在第1 接下來繼續 15到19案 都是我們的宣導慰問 我們有好多個委員題 幾乎大家都提了 來這個部分我們先請對胡惟做說明 這先導慰問我們有編列了那個款項330萬來執行這個先導慰問 我先講這個先導慰問主要是到探視農民 農家 擔任退社 等這些 這些農民的地方 還有住在外面的農民 還有醫院的 住在醫院的農民 是我們 基金會啊 所有通人 會到分別不同時間 不同地點去餵住 那只要指引就是可能買一些東西給伯伯 買一些賀卡給伯伯 買一些禮品給伯伯等一些東西 還有指引我們相關的一些交通會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做的方法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想疫情從今年的2月份開始到現在目前為止 也配合我們福島會疫情的一個房屋作為 所以今年度我們就減累 去的人數就減少了 去的人數減少了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同意減累60萬 60萬一個 對內慰問金內 慰問 先導慰問的一個預算 減累60萬 好像不是每個人都有 好 還要提嗎 因為你們每個人講的金額都沒有他講得多 就不用講 沒有 我要問一下 我要問一下 我是覺得說 在說明的時候 不是要告訴我們 同意動多少 簡略多少 不是要講這個 我們要你說明清楚 我們的提案的內容 有請你們告訴我們的 原因 處理方式 說明清楚 都沒有說 只告訴我們要動多少 我不同意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為了動金額動金額的 我們要你講清楚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這筆基金會 是我們要來照顧 榮民榮眷的 你在宣導 你在去探望他們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工作 據我所知這個工作 是在我們退府會 我們榮家 我們榮福處 他們就有志工 組長去關心 他們的關心的方式 有很多 我幾乎我都有參加 我都了解 但是我們基金會 你們去探望他 你們做什麼工作 我不曾碰過你們 在我的選區裡面 是非常多的榮民榮眷 但是我沒有碰過你們 所以我想知道說 你們的探視 去瞭解 去關心 你們做了哪些工作 你說買個東西去看伯伯 什麼叫做買東西去看伯伯 那為什麼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費要減低 什麼叫疫情的關係 嚴峻你們經費要減低 你們更是需要去了解 因為很多獨居老人 榮民榮省也有獨居的 一個人生活的 或者兩老都是兩個老人家 在家裡的 你們更是需要去探望他們 他們有沒有疫情嚴峻 有受到什麼影響嗎 有什麼需要幫助嗎 你們也可以戴著口罩 小心的防範 至少去關心一下吧 打個電話也要關心一下吧 這些事情都要做啊 那個綠委委員不好意思 因為 剛才推伏會回答 是因為有的委員認為說 有疫情的關係要減少活動 所以降低啦 那所以我想那個部分 還是針對委員的提案說明 所以我是把所有聽到的 我認為 這些你們都應該是加強的 你們要去加強的 不是買東西看他們而已 你要用心去關心照顧他們 他們的生活狀況 還是你們要去做妥善的安排的 跟劉委員報告 剛剛劉委員講那個很重要 但是這是各地融服處的 服務組長跟我們輔導員的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融服處的都有去看他們 去照顧他們 他們都有他們的預算基金 那你們這邊的基金 要去做的 是不是有重疊性了 還是說你們把你們的經費給他們 他們可以做得更加的周到 我們秘書長跟我們同仁非常用心 我們到各地的融服處跟融加的次數 是以前的一倍到兩倍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有提到 副主委 基金會我們的董事長 我認為說 不是告訴我說做得加倍 做得多好多好 我要看得到 你們做的是什麼工作 你們做的是什麼工作 那三日的時候去看他 去跟他助手 也是一個心靈上的安慰 如果說你去探望他 探望什麼理由是什麼 還是照顧他 還是獨居老人 你去幫他打掃環境 這個總是你要說 你怎麼樣去照顧他們 不是一個空頭的 一個很虛幻的一個名詞 是 那第二項就剛剛報告的重大意外 以前這個錢都是由基金會發給 各地融服發給他 那現在幾乎都是由我們的秘書長 或同仁親自送去 不管他是在宜蘭還是在屏東 那第三件就剛剛防疫的部分 那是因為委員的提議 事實上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董事的頻率的確實降低 所以委員要求減累60萬 跟我們同意以上 我們不是都要去檢列啦 那我剛剛跟你講的情形 我要你們說明 你們怎麼照顧的方式 提案人你們有滿多 有人是提案要求檢列啦 對 我要回溯到剛剛講的 救養金的問題 因為我們基金會 都是我們榮民榮卷留下來 希望照顧更好更多的榮民榮卷 那因為有些榮民榮卷 他們領到11160 他們不符合低收入戶 因為他們有房子住 房子的財產超過五六百萬 他就不是低收入戶 但是他們兩老就靠著11160 所以我說這樣子有時候急難的時候 你們如果說真的 有配合榮福處去了解關係的話 我們基金會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給他們及時的這種照顧 因為他們很多條件不符合的時候 就是希望你們勝出援手好不好 好 我想各位委員都充分表達意見了 那這樣好了啦 我是建議這樣子 既然剛剛呂委員也有提到嘛 那我們就是刪除30萬 凍結30萬好了 因為大概金額差不多嘛 好不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齁 來 15到19案 刪除30萬 凍結30萬 呂委員有提議 凍結就按照呂玉玲 呂委員的那個案子 凍結30萬 然後請我們的榮民榮卷 基金會提出書面報告 金同意時的通知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20到28案 微電影的部分 來 請退伏會說明 首先報告 我們去年拍了5部片 微電影可能大家都有看過 這個微電影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今天依化拍3部片 3部片的微電影 那這個我想拍電影不是說 說了就拍啊 可能還寫腳本計畫 還有等於結動作為 基金會很長 很長 所以我們這邊也經過檢討 這3部是我們依化 今天要拍的一個微電影 那一部差不多60萬到80萬 小成本 但是我們的人都是以真人 就是伯伯來當主角來拍攝的 我想這個效益是非常大的 因為伯伯的先生說法 對我不管對我們榮民榮卷 或榮民來講 都是一個好的一個宣傳方式啊 好的宣傳方式 所以我這邊建議這個片 可不可以給我們自己 再繼續來執行這個拍片的一個情況 舉報完畢 來 各位委員有沒有提出來 先請陳委員好了 這個拍片齁 我知道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說 因為上一次質詢有提到這件事 包含在什麼 舉光原地啊 或是辦座團等等的部分曝光 那個是實際上在公眾可知的情況下 包含這個不管是臉書 或者是社群媒體 或是YouTube的點閱相對低啦 那時候包括說 我們這個影片有30萬的成效 後來是某一個媒體 來報導這個影片 那個媒體有30萬次 那不代表那個影片有30萬人看 所以我希望說可以提出一個計畫 或者是說我們未來會有怎麼樣更多元的管道 或是更可讓大家周知的 比如說小型的放映會等等 至少是列表 過去做的也可以列表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還是凍結部分 那有這樣子的書面之後 我們再來解凍這樣好不好 你們預計三部250萬數字 來 沒關係來 那接下來請還有後面我們那個趙天林趙委員 好 我想要先請主席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347案來這邊討論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微電影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是疫情嘛 那所以其實已經有上半年的時間 幾乎是沒有辦法進行 那所以呢 實際上已經有若干的費用已經在發包 是不是就針對那個部分處理就好 所以我的建議是簡列若干 我這邊是有講到200嘛 那剛剛天林這樣講200就等於是全稱 那就是看你們覺得可以簡列多少 那並不代表明年就不能編 明年如果有一個完整的沒有疫情的一年 如果你們想要再增加到那個數字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今年因為勢必已經沒有辦法執行到全部 所以我建議是應該做一簡列這樣 大家討論看看 來 溫委員 主席 你這個編列是三部 三部二電影對不對 那你目前已經編列幾部 已經已經做資金幾部了 一部 那我們是不是先凍結一部 然後你再一部這樣子 差不多是三部的話差不多250萬嘛 那是不是凍結一部差不多80萬 我這樣這樣建議 那你當第一步第二步完成以後再說 來 夏委員還沒其他人先跟看吧 我看大家委員都講凍結比較多 那個夏委員的提議案 我想 我就是把12月份要拍的 就今年本來三部片 把12月份拍我們就把它暫緩 凍結那部片 那這12兩部片 我想請委員也可以繼續拍下去 因為這裡寫腳本了 也寫計畫了 那剛才委員提到 我們宣傳可能方式不大對 但我覺得我們 我們剛剛除了再剛那個方式 YouTube或是極光炎地宣傳之外 我們今天也做了部分的修正 來行銷我們基金會 給受眾觀眾更多 年輕人更了解 例如我們現在準備做2D的微電影 準備做 我們要做另外一種行銷 彷彿是在等來應應我們這個 這個提升我們行政會 那個輔導會 基金會的一個廣告行銷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 謝謝 好來我們請王定王委員 謝謝 這個電影 你如果不是做到3D以上 都是2D的 我還沒看過1D的電影 我現在是要提醒 就是說 剛才委員都是好意 本來說溫委員他是說 凍結看看你第三部的計畫 所以你不要馬上回答 你第三部就要停了 因為這是去年 本來應該去年要審完 所以現在年度已經到了四五月份 委員是擔心說 你的執行 如果沒辦法執行到三部 你弄了三部的預算在那裡 你反過來要被審計單位檢討 所以你如果跑太快 自己就說那我第三部就不做了 那就乾脆簡列 所以這樣回答不好 我建議這樣子 是 剛才委員提的大概都是凍結案 也就是並不反對你做這個事情 有的是他害怕來不及 有的害怕不務正業或等等 那你們就把它精進做好來 三部的量是你們編的預算 不要輕言放棄 但是做不出來 你就沒辦法送報告來 你凍結那一部 就自動幫了你 等於簡列掉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理想 否則你帥了就說 我就不做第三部了 就停下來了 我們也不希望你們太輕鬆了 該做事情要把它做完來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委員會 大家意見怎麼樣 其實就凍結三部裡面的一部 但是你還是要 照你原來的工作計畫去執行 否則我們的凍結 是要求精進變成 幫你減輕這樣也不好 是不是大家用這個做結論 給各位同仁參考看看 來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能不能跟各位委員 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第一就是說 謝謝委員 我們三部要做什麼都知道了 那有兩部已經 腳本已經在寫了 所以我們希望三部都能執行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凍結一部 這這個我們尊重各位的意見 這第一點 第二點在宣傳的部分 我們實在說 我們就這麼死來個人 我們是不太會 那我們還在摸手 那很多的宣傳 什麼3D 漫畫 我們都有嘗試過 甚至跟金周刊 跟什麼都還在談 那我們嘗試看看 因為我們希望 能夠讓榮民的故事 包括新榮民 包括青壯的榮民 能夠讓社會知道 那這個對我們講 是一個很大的嘗試 第二就是說 榮民逐步凋零 所以在五年 我們大概收不到 榮民間的遺款 的這個 遺產了 我們希望 以後是像美國一樣 從企業界 去募款 那企業界 他不知道什麼叫 榮民濟情會 所以我們就必須嘗試的做一些宣傳 也許能讓社會更知道 這樣 所以這一部分 但是因為 譬如說 有人在做高鐵 高鐵所有出來的那個 廣告都他們做了 來找我們 他動載千萬 不過我們覺得 我們沒有這個錢 第二次主要是沒有這個效益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很 要怎麼去做 因為榮民 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主情 怎麼讓 社會去感受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 希望做一些其他的嘗試 好 謝謝董事長 我想讓 主席在這邊跟各位宣布一下 這樣子我剛剛看了一下內容 我們這個 20到28 都是在其他業務支出的 微電影製作的部分 29到34是其他業務支出的 文創活動的部分 那其實大概都有一些類似的問題 當然因為文創是 活動是今年度新增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他都是屬於 其他業務支出的科目下面 也就是35 36 37 有委員提案 其實都是類似的東西 我是建議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好了 因為其實大概就是 這兩個科目下面合併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我先確認一下 所以我也請我們 我也先來說明一下 你的29到34 文創活動的部分 你們先一併說明一下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也再一起來討論 好 那等一下我們也再一起來討論 首先我要報告這個文創 它是因為我們福利項目 我們的事業項目裡面 一個是辦理農民福利 及其他服務的項目延伸 那已經我們覺得這個文創 保存跟推廣是一定要做的 不做的話可能 十一年來不及 北北一直凋零了 這個是要把它弄成文創 保存一個重要的作業 所以我們在董事會 所以我們在董事會也通過一個作為 合作要點來實施 就是以法有據 來做這個文創的一個情況 那去年我們也持續可以做文創一個規劃 那我們去年變了一百六十萬六十五萬 那現在目前我們也在執行 我們文創一二三 一二班已經結束了 一二班已經結束了 那後面我們可能會跟文化局 桃園市文化局文化部來簽證文創 所以文創就是把農民這些資料史跡 歷史故事和聲明史跡 或是他在開中橫十大建設等這些偉大的事跡 把它數位化保存起來 供我們所有民間或是所有團體來使用 也來鮮養農民配備一個作為 那所以說我們被這一百五十萬 其實跟您報告也是已經在去年 跟今年動用我們的營動用到這個文創的一個作業來了 所以我們建議啊 這文創應該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來執行來作業 那當然我們可能有不對啦 因為什麼不對就是我們先動的預算 沒有跟桂園報告 那是蔡昭偉也只是也來跟人要做說明 我們有而後啊 如果有相關預算的生金編列或新的科子木產生 或新的這個項目啊 產生經過董事統一之後 我們會報警輔導會所有的計畫金額跟執行項目 來給會裡面所有我們的委員知道我們基金會做些相關的項目 這以上事情提報完畢 好那各位委員喔 有提案關於文創活動的部分委員有沒有提出說明 來那個趙委員 今年就是疫情了嘛 就是以緩計及 這不是總統的大政策嗎 那所以我覺得 既然趙委主席已經決定把整個就是放在A7講嘛 包括為電影 包括文創活動 我還是主張要著山啊 這個象徵的 你不能說 我今年都停下來 大家都停下來了 結果 你就是說我通通都還要再做 所以電影那個我聽懂了 OK 我也快被說服了 對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連文創活動也是這樣子 那其實後面的每一樣東西都一樣啊 就通通通通通不要再有任何的著山 所以我是建議啦 我金額不計較 那就是看主席覺得怎麼樣 如果已經包到這麼大的話 是 謝謝我們趙委員 那其他委員呢 來 羅志正 羅委員 其實我們並沒有反對 政府會去做一些創新的東西 然後也支持所謂的文創 可是這個案子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他是新增計畫 那第二個他錢已經花完了 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要不要刪減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刪他 事實上150萬發完了 甚至我了解還超支的 是不是 有超支的嘛 對不對 不是150還超支多少錢 165 165還超支15萬嘛 所以我們等於是要 就是背書啦 那 這個審就沒意義啦 我都不太懂 我們現在在審這個案子是什麼意思 反正錢已經花完了 而且還超支15萬 那我們現在怎麼處理 可是他的項目裡面啊 他的項目裡面有那個什麼 光是榮民推廣介紹文化保存 來 沒關係 郭忠祥 蔡委員還沒有辦法提的 日計畫 工作計畫裡面去卡 可是這個計畫已經自行 來 呂一玲 立委員 主席 我剛剛聽到羅委員講的 已經超支了 不是今天才是審查嗎 為審先用喔 好啦 各位委員 不要神奇了 我們太晚 我們還沒有同意你們就先用了 好啦 我們委員會有一點問題 就太晚把它列為討論的啦 所以要尊重我們委員會啦 好不好 你們的所有的計畫都有他的實程 可是我們委員會還審查當中 你們一定經過我們同一詞的動資啊 好 請尊重委員會 我跟主席提醒沒有全部花完了 如果這個項目是光是榮民推廣介紹 就727萬 他才花了那個600萬而已左右而已 我來先說明一下 確認一下幾件事情 我想也是委員擔心 第一個齁就是說 新增預算的部分 我想還是尊重委員會啦 所以我想我們 我後面有做一個決議到最後 請各位一起支持 就是說以後 有新增預算 如果我們 因為你是基金會的預算 但如果你有新增柯子木的預算的話 我覺得在執行前 應該先跟我們國華交委員會的委員 先說明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尊重 否則你現在預算弄了 如果我們現在不高興把你全部刪掉 你怎麼辦 對不對 這都是問題啊 來 王委員 主席這個不只是尊重的問題 我們如果把你綁 你是一二級嘛 你不到一級這邊 那個科目自行調整的話 我如果把你綁死在二級的話 你這缺15萬怎麼辦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 然後第二個 委員會的審查要在前面 當然我們常常因為總預算的時候 討論時程太久 我們基金預算常常到第二年年度 我覺得我們自我檢討也要改進 但是 在財政的紀律上 我們這邊check and balance 在審查的時候 還沒有過 你偷跑也不要跑到超支百分之百 而且才年頭耶 你編一筆預算 年頭就透支百分之十五 那可見你的預算低估 或者你事情多做 所以你這預算的編列叫做沒有核實編列 才會造成現在才四月份 你就已經透支百分之十五 這第一個要檢討 第二個必須要走可以 必須要像趙偉剛才講的 必須要走之前 要跟委員會打個招呼 但是絕對不可能跑到百分之百 沒有人 你這樣留用的話 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該檢討的 也讓主委了解一下 謝謝 來我先請教一下退伏會 你超支 你的一百六十五萬 是已經全部執行完畢了 錢都付出去了是不是 還是請款單已經算來了 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也都付出去了 也都付出去了 已經會出去了 那我想請教你 你超過的十五萬 你要怎麼處理啊 你用哪個科目的預算 跟趙偉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很抱歉 不過上一次已經有報告過了 就是柔委員跟吳委員都有提案 那上一次已經包括 就是行政院主席總處 949人定班 財政院的預算 衛後立委員會審議通過 使得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以自酬裁員辦理的工作 AO計畫 依AO需要核實動之 那基金會的經費 不是特委會編類 政府也沒有補助 所以是可以核實動之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剛剛趙偉還有幾個委員 都有提到 那這個是對立委員不夠尊重 所以我們以後準備 就是說所有新增的計畫 新增預算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先把他退位 副主委 等一下等一下 這假講假不對 我們現在問的是說 我剛剛問的問題是 你多出來的15萬 你要用哪個科目去支出 我先問他問 並決算 你什麼 什麼叫並決算 那個 來 說明一下 什麼叫並決算 你的並決算 就是我的 這本預算書是假的囉 不然怎麼會什麼並決算 什麼叫並決算 來說明一下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基金是製籌裁員 我們目前還算是有製有裁員 那麼我們按照這個行政 一百年的一個審議的時候 編列授權 我們就是在預算 為這個審議完畢之時 那麼我們在年度當中 所增加的款項 我們會並決算 補列辦理 是啦 我現在意思說 你現在你的科目 是編150萬嘛 你用了165萬嘛 你另外的15萬錢 要從哪裡來 這怎麼會是跟並決算有關呢 你講的並決算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審查 這個新增科目 你把它用掉 叫並決算處理 我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多的那15萬 你的錢從哪裡來啊 包括我問一下 那個就是 我們所謂並決算 就所謂並決算 就是超支並決算 就是附屬單位預算裡面 就是那個 那個附屬單位預算裡面 就有規定 如果是超支 那年度再超支的時候 是可以再並決算辦理 所謂並決算就是 我們原來如果是編 編了100 到時候決算數可能是120 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的意思是每一個科目 你超支都沒問題就對了 所以說那個就 就才會 才會有所謂的超支並決算的問題 那這樣我們就不用審了啊 那照你這樣講 我砍你50塊 你這個嚴重在做 第一個如果 我忘記 馮諸委以前在當部長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那個海軍的方針快炮那個案子 在你任內嘛 國防部是因為美國的那時候方針快炮拆下來 從他們軍艦拆下來 要便宜的價格限期報發酵書 那時候7月份我們立法院沒有開會 這麼緊急的狀況 海軍先報了發酵書 後來部長後來做的人要處罰耶 他是要處分的耶 你這沒有緊急性啊 你這完全沒有緊急性 你幹嘛要併決算呢 你科目有的科目審完再動就好了 為什麼急著在年頭花完了 錢也付完了 你們當然有自主裁員 你的自主裁員在我們這裡 我如果要審還是可以看的耶 我們現在如果大家協議完把你的預算砍到0 那這筆錢怎麼追 我們不想找你麻煩 那你不可以這樣子 對立法院的職權不是尊重 那是法律規定 我們在一些緊急狀況或重大事由可以溝通 甚至於也不見得會處分 我為什麼特別舉海軍方正快報那個案子 那個是太急了來不及溝通 因為來不及溝通只是發個發酵書出去 那時候的馮部長還要簽處分 你們這個是沒有溝通 花完了也付完了 然後現在告訴我要併決算 你後面還有沒有自己把它找出來 你們不能這樣做事情 不能把非常態當作常態再用 你這樣的話到時候省預算的話 我們都會有危機感 來那個我再請教一下退府會 剛才你講說你們都可以併決算的話 那像剛才我們砍掉的預算 如果你超過的話也無所謂了 那我如果我只同意你150萬 你多出來的15萬怎麼辦 就是可能就是在整個科目裡面去調 那我如果不讓你調咧 我們不能自調啊 我們限定科目啊 我就不讓你調的話咧 我現在問題就在這裡啊 我現在說我們現在正在審嘛 那你的預算只變150嘛 那如果今天我們等一下委員會決議 假設我就是只同意你150 我不讓你挪 你的15萬怎麼辦 趙偉他不用你挪 他就年底的決算 並決算報透支就好了 他是要這樣弄啦 可以透支嗎 我們如果他就執行率超過 超過1%或2%或3%嘛 就會這樣寫 所以你們要這樣處理的話 我們這裡可以就是直接把你簡列一半起來 我看你怎麼報 不是主席 他不能這樣規避我們的監督 這是我們的職責 自仇裁員的話 我們為什麼可以審 就是我們有監督的權利啊 我們的責任啊 那你現在並決算的話 那我們所有砍掉的他就並決算了 那個我想 那科目還可以自討 那個主席總處有來人買對不對 我想確認一下 我們剛剛委員聽有些不一定疑惑 像剛剛那個狀況 第一個他是新增預算嘛 那當然他是這個自仇裁員的基金會 也沒有錯 但我的意思說 如果他的預算科目 就這一個科目來講 他的編列是150萬 那他現在超過 他實際上用了165萬 那我們委員會如果不同意他 多出來15萬的話 他怎麼處理啊 來請 那你有沒有請我們那個 主席總處說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員 就是有關於這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他是那個他是 他是財團法人 他是財團法人 但原則上他是財團法人 那他當然就是我們會尊重他的一個自主的權益 那當然委員會審查以後 我們還是要照委員會的審查決議去做去執行這樣子 以上 我請教一下 我現在假設的 我假設我們把這150萬 砍到剩100塊或1塊 接下來他的款項怎麼辦 然後我們還不准他 我們還不准他 科目字條 你們接下來怎麼辦 那跟委員幫 如果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我們就一定百分之百遵守 假設你砍15萬 我們就把15萬追回 假設你只剩下100塊 我們就全部追回 剩下100塊以上 卻可以追回 能不能追回是一回事 就是農民農民 他已經付出去了 人家的勞務什麼都支出完了 你都付出去了怎麼追回 你不是已經執行了嗎 你們這樣再找自己麻煩 你在別的地方再找錢進來補就對了 我們就試試看 要不要試試看追回的程序 那我們就砍吧 砍100萬看怎麼追 沒有 不是啦 我們看看他們怎麼去執行這個程序 這一點我們定百之百 這個部分 我們不會另外先處理 趙偉 我贊成剪列100萬 你追一次給我看 對啊 就追那麼一次 那你們怎麼補程序再跑吧 那我們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監督預算 居然說 還沒有審查通過的 你可以去執行 付出去還超付 所以主席我們委員都建議來 剪列100萬 愛之深則之切啦 我講真的 你是新增預算 然後還超支 這真的是蠻誇張的一件事情 超支而已 所以說 來還有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覺得這個讓主委了解這狀況 你們不能這樣幹事情 你們這現場關於不義 那這件事情 我建議我們委員會要有一個態度 既然你回答可以追 你們這麼輕率回答可以追 示範追著看 簡列30萬50萬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追一次給我看 你們怎麼追回來的 你們這樣做其實是不適當的 那不適當的事情 是誰授權給你們做的 我主委 第一次參加這個基金會的審查 但是我想各位委員的認真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佩服 從我個人當主委的立場 他們主動積極 把事情在進展 就像我們在那一次您提到 那個方針快炮 底下的主動積極最後犯的錯 這種錯是程序上的也是無心的 我想各位委員今天放我們一碼 這個差的這個15萬 我看看我們怎麼樣子來 這次把它彌補或者是 你追腳是不可能的 我們也不要這樣子親自意的承諾 我想委員是不是放我們一碼 這件事情我們下次絕不犯錯 這個陳委員能夠采辣 謝謝 主委都講話了 來 那羅委員 那個坦白講 現在問題出在程序的問題了 不在實質上 大家對文創有任何反對意見 那我先了解一下 因為這也不是個人處長或誰在做決定 這個董事會有通過嘛 對不對 那董事會通過這個案子的計畫 基本上我們也尊重你們自主的權利 把這些這些說明一下 然後我建議就是說 預算反正已經也不是多少錢了 就是就過了 但是就是說要通過一個附帶決議 對以後類似這樣的情況 請把所有的規矩把它講進去 以後才不會再犯好不好 來 李委員 今天我們是在審基金會所有的預算 這個就是程序 所以我主張的是程序的正義 不是放一碼的問題 他不只要尊重委員會 更尊重立法院 那你後面挪用QQ的15萬 你說並決算 那他就是到年底去並決算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次 我也呼應我們王委員所講的 我們要簡列 看看他們怎麼去走程序 走出這個正義出來 所以我還是決定 還要是要簡列 簡列30、50都可以 我看他們程序怎麼走 來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是建議這樣子好不好 我想剛剛主委講得很清楚了 我覺得這個涉及到幾件事情 因為這除了文創還有另外一個 偽電影的製作的部分 我們先這樣好不好 因為也有委員提 是把它併在一起討論 我是建議這樣 我先問一下退府會 你們偽電影的預算 是編的三支偽電影的預算的錢 那目前有兩支正在按照進度在跑 那剛剛委員有提案了 你們的第三支是確定不做了是不是 還是說再看狀況 看狀況 那如果是看狀況 我建議就微電影的部分 凍結就好不好 凍結三分之一嘛 可以嗎 好不好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先跟委員 大家各位委員取得公 結果在微電影那個部分 我們就是凍結他三分之一 你的微電影是多少錢 250萬嘛 那 微電影是250萬沒錯嘛 那等一下你跟我講完齁 微電影的部分我們就凍結三分之一啦 好不好那到時候如果 退府會在這個執行上 認為最後有需要再繼續來執行 微電影的話 請你們再提順便報告 跟委員溝通之後 我們再同意你動資 還有另外一個建議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建議 對主委長比較簡單啦 那個 那個旅委員齁 你該說支持我啦 我們聽聽看啦 超支15萬 把那15萬簡列就好了 那你想辦法把15萬追回來給我們看 這樣兩圈其美 你也 我們這邊不宜 交行政單位怎麼在科目當中 留用那是他們的權利啦 我建議說我們 可是你的預算是150啊 對啊 他花了165啊 150或者用附帶決議就是不得超支 然後他把那15萬齁 那你用簡列15 你就簡列15萬嘛 簡列15會變135 謝謝你提醒我 我就說我們還是150給他們 但是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就是不得超支 來萬元我知道等一下 我先把前面幾個處理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委員提合 所以我們的微電影的部分齁 就 那就三多少 動動80萬 那我 那就微電影的部分 我們凍結80萬 書面報告 經同一時的動資 好不好 那 微電影的部分 我們 以誰為主呢 我看一下喔 微電影 大家都是講凍結凍結凍結 那我來看一下 不然 不然 呃 20 21 23 23 李玉玲 那動多少 沒有要動50啊 來 我建議這樣好了 那就用 微電影的部分 來那個這樣好了 呃 陳柏惟衆委員的好了啦 好不好 你就第一個寫的嘛齁 那就從你的來動80萬 齁 然後進同一時的動資 這是微電影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指那個文創活動的部分齁 就是他不准他在什麼超知病決算 都不行 就是你只能執行150萬 主席那你的意思只是照列 他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你還給他照列 我剛剛講過嘛 他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之前 應該在去年底就要審沒有審 所以讓他先行執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在後面的 附帶決議 會另外一會要求他就以後不可以再犯這種錯誤嘛 第二個狀況說由於你是新增預算 你的編列只編150而已嘛 所以你現在又超知了15萬 我們現在就同意不准他病決算 只能用150萬嘛 齁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是 來怎麼樣 如果你不給他病決算的話 你要提個主決議出來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要提個主決議出來 不能用 因為150萬的話等於是照列了 只能給他去動資這15萬而已 但是他不能 所以要附帶主決議出來 好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就請各位委員 等一下那個我們請醫生委員寫個主決議出來 針對這個部分好了 齁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齁 我們那個29到34還有35到37的部分 就文創活動的部分我們就維持原來150萬 但等一下我們做一個附帶決議 要求他只能執行150萬 超過的部分必須要把它追回 也不可以 什麼超知病決算都不行 齁就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38到40 業務外支出其他業務支出的聯 什麼協調聯繫 來先請我們 那個基金會這邊說明 三十八到四十案 這個AOA租出是主要向校客 我們是協調聯繫 一樣我們也是 這種協調聯繫 有關於我們董事會的開會聯繫 跟農家農無處的開會聯繫 還有參加他各項活動的一個款項系致印 那現在目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相同的可能人數出去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各委員提醒之下 我們同意來先凍結十萬塊 那再提書面報告 等疫情如果明朗或開放的時候 我們再提書面報告來報告 使用這個凍結的十萬塊 來 那各位在場的委員 陳一新陳委員 有沒有任何要再表達意見的 不是 剛才你們都同意說要這個活動會減少了 怎麼只同意凍結咧 簡列怎麼都沒有咧 對 陳委員意思是簡列嘛對不對 來 那基金會這邊 委員的意見是 三個委員 裡面有人提簡列跟簡列去凍結啦 三八到四十的部分 還是就簡列就好了 就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這個科目啊 實際上是我們同仁到探視北北一個 你剛才不是宣導我以為都在探視了 你怎麼可以用那麼多個科目 協調聯繫情況啦 那如果我是建議凍結啦 如果委員要簡列的話 秘書長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是 你的宣導慰問330萬 跟你的協調聯繫65萬 你怎麼去合這兩筆錢啊 一個協調聯繫我剛才講過就是 我們跟 例如我們跟我們董事會開會 這是一個協調聯繫一個項目裡面去要做 你們協調聯繫董事會不就發個公文通知他來開會而已嗎 沒有還這裡面還有他那個車馬費 車馬費不是董監事的車馬費38萬裡面嗎 公務協調 是 是同一條嗎不同條吧 我們委員沒有人砍你的董監事會的費用啊 來溫委員 主席時候建議41案 併到上面去一樣的 一樣的差不多 是是 我們的提案是一樣的 40一樣 41 岸 溫委員也是提壹樣好 那溫委員打病進去喔 來那個 來秘書長 你看一下你們的預算書齁 那你的協調聯繫編了65萬 你的目的是為著促進協物運作確化公務協調 稅行有關慰問字幕資證 你這樣寫 然後你的宣導慰問編了330萬 加強有關機構團體聯繫活動 農民農卷服務 所以我才問你說你這兩筆預算 你怎麼合啊 先導委問是主要是 我們農家農務處有辦活動 例如我講一下 鄉見歡 遺孤鄉見歡 或農民伯伯 到各金市基地參訪 我們給予補助跟慰助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就是協調聯繫 主要是我們各跟辅導會 各農家農務處 或擔任推特 跟各界的退伍協會 建村組織協會等一些 聯繫座位的情況 來編理這個65萬的預算 這兩筆是不同樣的科子幕 執行的項目也不同 來 那各位委員聽一聽 來 有沒有意見 來 陳委員 謝謝 那事實上你上年度預算是51萬 那本年度增加到65 增加14萬 然後今年度你又說你活動會減少 你剛剛也說了理由 說了半天之後只說凍結 那既然活動又要減少 你今年為什麼要增加14萬的預算呢 來 各位委員那個 我幫你回答 因為編預算的時候是去年 這個很簡單的答案告訴你 去年包括你跟我都不知道會爆發 這個肺炎疫情 所以這個我覺得柯澤行政單位不妥 那今年我們就核實 如果確確實實執行沒辦法到那裡 因為壞決算還有執行率百分比的問題 我們大家可以溝通 這一次在這預算上 我們當然這是基金預算 我給執行長一個建議 事前要溝通啦 你事前溝通很多 在這開會上程序會順很多 你不溝通我們就要問嘛 然後你也不要輕率的放棄自己編出來的預算 說這個可以減 那可以幹嘛 這樣子的話 你對預算編列的嚴謹度 就會有問題 我就說今年多了一個肺炎的變數 不能怪你們 但是現在面對預算的減或動 你們要有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可以事前透過你們聯絡人 我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你們聯絡人了 來溝通一下 這是第二個 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預算可以凍結多少 不會影響你的業務運作 請你好好說明 而不是說好吧 那你們講的話 那我也不排除怎麼樣 不排除怎麼樣 你這樣的預算會千瘡百孔很難執行 我給你做提醒 好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任何意見 我就補充一句 謝謝 那事實上你看 我同意剛剛王委員講 這個預算之前 別人沒有考慮到今年肺炎狀況 那你看到我減列14萬 也只是針對你上年度的預算數 跟今年度預算數 你增加的部分 我說這個部分減掉 那就像你自己都講的嘛 你今年的活動會比去年少嘛 你實在沒有理由 今年預算要比去年多嘛 來秘書長還有沒有要說 來我先主席先宣告一下 剛才我們從20到37 因為我們總共是凍結了80萬嘛對不對 就稱部會稱委員那一個 所以我們大概就出了委員共提 主席宣告 那秘書長乾脆跟剛剛委員提的 你還有什麼看法 建議也是同意委員看法 減列10萬 減列10萬啊 那各位委員 好那這樣子的話那就 呃 38到40 我們就檢列 我們就檢列10萬元 我們就檢列10萬元 好 那接下來42 林委員不在不討論 43 開始是 處理過了嘛對不對 好 41 委員處理過啦 42也處理了 那43來主決議的部分 來我們現在處理主決議的部分 43的主決議 基金會有沒有問題 應該遵照辦理就可以了吧 是 好 那43就通過 44 遵照辦理 44就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44我想大概請各位委員 等一下共提好了 就是關於說 新增預算的 基金會的新增預算的事情 44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請醫師議員 給各位委員我們共提 好 那45咧 來我建議一下 我先說明一下 那個44 44的部分 因為這是剛剛講到 新增預算的部分 我們後面再加一句話 至於今年度新增 預算 文創活動 150萬 不予超支 不同意超支 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吧 那個請醫師議員把這句話加上去 就剛才我們各位委員所提到的 在決議事事的部分 就加上這一句話就是 109年預算文創活動 一百五十萬不同意超支 一百五十萬不同意超支 一個第四十六的主決議 但是因為當主決議 如果寫說 主決議決算 那個什麼 財政法人 我本身就要去打算 我本身就要去打算 注定了 這個問題 我本身就要去打算 給我打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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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这个主决议可不可以后面加一句话 他后面写说 109年度新增文创活动150万 不得操支并入年度预算 消消消消好不好 那跟赵海报告 第45案刚刚因为正在处理那个 我的建议跟委员报告 你建议说 导述第三行 应兼顾华理情并赴予弹性考量 我建议不要这样写 为什么 我不能弹性 规定在那里 规定65岁 我不能644岁给他不能 所以我建议是改成因兼顾情理前并 45案的主决议 导述第三行 应兼顾华理情并沿你修正 就我觉得这是委员 我们回来 董事长 我想这个没什么关系 它只是一个建议案 OK 对啊 它建议你怎样 然后你 主决议OK 它建议它并没有强制性 如果今天问委员你说 强制说 写一个金额出来 你有自然难行 我们再来讨论 如果只是建议 我觉得是还好 OK 那第46案请宣读 等一下不好意思 请宣读 请宣读 好来请义思云宣读 第46案 第46案主决议 关于财产法人 荣民荣券基金 109年度预算 新增文创活动 150万元 不得超知并入决算 委员蔡世英等人提案 以上宣读 好各位 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 好 李董也不出来了 我去研究 好 好 主席宣告 我们农民荣券基金会 经我们委员会审查结果 收入增加400万 支出简列40万 冻结288万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劳委员会 主管 柴端法人 农民荣券基金会 109年预算 业宜审查 玩具提报院会 院会审议权 需否还需要 还需要党团协商 应该不需要 院会讨论时 请推派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 请推派 财斯英 好 那就由赵伟负责 财斯英负责 好 有关委员提案 内容文字及金额 在不影响提案员意下 授权意识人员修正处理 好 以上各位委员 还有没有什么任何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主席宣布上会 我们给所有委员 热点掌声 谢谢 主委还没有结束 还有年底的总预算 谢谢